調查小組正式啟動 柯市府任內北市科金華城案件 這回藍綠合宗聯合 聯合次要對手打擊主要敵人 贊成黃金議員 擔任召集員的請舉手 好 一票 一隻手的無奈 是柯家軍的孤軍奮戰 尤其全體共識 將要柯文哲約談 這事恐怕已經無法力挽狂瀾 如果一開始由約談過往的市府官員 很多事情會在這裡面打轉 沒有辦法釐清真相 承辦人員 柯長 甚至當時的局長 作為我們的第一波的約許對象 這十四次的訪談記錄 甚至訪談的人員 我都認為應該是我們調約小組 應該去邀請來 相關廠商 警守的市府人員 統統都列為訪談對象 因為綠營又揭露 何准北市科第三次招租條件的市長室會議 竟然沒有錄音紀錄 那我就要問問柯文哲 你一方面要求蔣萬安把所有的資料都上網 那如果錄音錄影全部都被你帶走 或者是你在討論的時候 根本沒有錄音錄影 請問蔣萬安是神嗎 但有小組議員反映 疑似因為檢方的介入調查 所以出現所資碰壁狀況 所謂的估價書跟評估報告書等等 然後市府都說它是商業機密唯有 它不能公開 甚至連投標文件也是一樣的方式 來回應我們辦公室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十分扯的事情 因為畢竟這個都是 台北市民應該有公開義務的 喊話 公開 透明 用科試魔法 予以反擊 購駿路